现在说起澳门赌王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澳门何鸿燊 但实际上澳门一共有四代赌王 何鸿燊算是其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因为其他赌王是靠真本事 而何鸿燊是构战却巢 靠算记得来的天下 澳门四代赌王 基本上就是澳门博彩的发展史 今天麦小都就聊一聊 澳门四代赌王的故事 一、十九世纪 澳门船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当时葡萄牙江河日下 早已没有了瓜分世界的痴心妄想 他们唯一想江的事人 就是多重殖民地楼点前 让自己日子过得舒坦一点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选人利己的血定 在澳门将赌博 鸦片合法化 1881年 澳门政府开放了第一批合法赌牌 不过 最早的这批赌牌虽然也叫专营权 但跟现在的赌牌不太一样 那时赌牌并不是只有一块 而是发行了很多仗 更像现在特殊行业的营业执照 当时有一个33岁的广东人 拿下了其中的一仗 他经过几十年的运营 后来成为了澳门第一代赌王 这个人叫雷狗 雷狗原名雷华少 是广东新拐人 很少的时候 他来到澳门谋生 长大后跟朋友开了一家展号 叫保衡展号 当时他主要做的生意 叫业展银找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额剔款 不过那时澳门船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底层百姓水深火热 根本没有多少人借展 所以当澳葡政府宣布赌博合法法之后 他抓住机会 拿下其中一块赌牌 准备一边干赌党 一边吸赌徒提供借贷服务 当时能拿下赌牌的人 基本上都是各行业的大户 毕竟这种赞大展的卖欲 基本上没有普通人耍试人 但雷狗却是一个意外 这倒不是他踩了杂魔狗屎云 也不是他祖奋无清烟 而是澳葡政府也有自己的小狗狗 这些殖民政府在楼前时 通常不愧自己出面 喜欢找一些代理人 也就是逐趁的买办 买办一般都是找平民出身的聪明人 不愧找现成的大家族 因为这些行当都是一本牧利 找大家族未来有失控的风险 所以澳葡政府当时算责了一窮二白的雷狗 当然除了雷狗 澳门当地其他几大家族 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拿到了赌牌 比如黄禄家族拿了做违胜的赌牌 何贵家族和镇禄家族拿到了白鸽票的赌牌 雷狗很聪明 他没有算责单杆 而是跟另一个大家族 萧盈州家族合作 双方成立了一个公司 叫豪卿公司 当时赌牌是一年一签 每年都要审查之志 有澳葡政府撑腰的雷狗 信信利利签了十四年 可其他大家族就没借摩幸运了 每一个空出来的赌牌 最后都到了雷狗名下 就这样 雷狗成为了澳门第一代赌王 成为赌王后 雷狗算责加入葡萄牙 成为一名葡籍商人 这个算责跟现在很多人都狠像 国内赚展国外花 但这个外籍身份 却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清霸澳门博彩业之后 雷狗想要做大做强 再仓辉煌 他把目光钉上了 尚在清朝统治下的两广地勾 这个决定 让雷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当时 清朝在慈禧的统治下风雨飘摇 距离他向八国联军宣战 只剩三年的时间 即便雷狗在成立宏运公司时 拉了很多大人物合作 将李鸿章的心腹幕遼留学信 汇丰银行买办留惠村 大东电报局买办惠松 以及立法局以云为辱等等 但船是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理由很简单 那时清朝朝令直改的事情很常言 经常上一任官运造的血定 到料下一任就不认了 当时雷狗二每年一百二十抹的高界 从两广总督李鸿章手下买下广东省八年的博彩专营权 他本以为只要打通李鸿章这一关 然后就可以躺在家里数前了 可没过多久 李鸿章被调走 接任李鸿章两广总督一职的岑春换不认了 他不仅不认 还放出风声要在两广地勾禁倒 雷狗剪都已经花了 自然不肯线皮禁忧 他列开阵势拿着李鸿章的衬笔书信 准备跟岑春换硬碰硬 与此同时 他旋利用自己葡萄商人的身份 通过葡萄牙大使馆给岑春换施压 岑春换是一个标准的外国青年 吃软不吃硬 原本他就看不惯李鸿章欲国求荣 一门心思想把侵略者赶出去 谁想到有预言了雷狗借摸个灵头青 他转过身就佛报了一条禁令 两广地勾外籍人士不得持有博彩专营护照 并且开始查风雷狗的赌坊 这个禁令是鉴对谁的 显而而言 但很明显 岑春换也并不是想把博彩一盼子打死 因为当时清朝国社规空 他的君享自治没有到位 他虽然讨厌博彩 但也希望从中秋岁来美保军费不足 可就在这个时候 雷狗又开始作死了 那时岑春换封锁了两广的各大码头 要找一个叫陪景福的贪官 岑春换之所以找他 不近是因为他贪 甚至因为两人之前有一点私人恩怨 可没想到 雷狗却利用自己的能量 暗中帮陪景福逃了出去 这件事人 彻底激怒了岑春换 他下了死命令 两广地勾全面禁赌 查封所有赌坊 这一下雷狗损失惨重 不近把自己的本金都赔了进去 船欠下很多高利的 按理说 他欠下这些高利太平不是杂摩大问题 毕竟澳门船有底运在 可谁都没想到 1907年雷狗竟然在 劳家老宅上吊自杀 雷狗的死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但很快外人就知道 他到底为何要自杀 三雷狗死后 劳家拼没有一败涂地 他的大危子雷连弱 站出来刚起了大旗 很多债主听说雷狗死了 就上门来要展 可他们却发现 劳家竟然是一个空壳 劳家名下没有任何直展的财产 就连那将最直展的赌牌 也不知道杂摩时后 转移到了蕭盈舟手中 直到这个时候 债主们才仿然大悟 原来劳狗借是以死抵债 就在债主们一念猛逼的时候 劳廉若展现出了他的个人魅力 他先是把家里近有的财产 给几兄弟分了 然后对债主做出承诺 只要他们根宽限一些日子 他愿意承担负襯所有的债务 与债主们重新签订欠条 原本劳狗一死 劳家的债大概率就是配胀了 可如今 劳廉若肯重新签 债主们自然答应 解血掉纳休外患之后 劳廉若如萧盈舟仲粗旧业 继续经营劳家在澳门的倒档 为了扩大规模 雷廉若船引进了新的投资人 这其中就有一个较高可令的年轻人 这个名字要记住 劳廉若接管生意后 扮了澳门第一份赌报 澳门通报 在报纸上 雷廉若刊登了各种赌博资讯 包括新旗玩法和赔率介绍 船友澳门周边游玩景点和住宿信息 后来 这套宣传方式被香港学去 就是九经和马经 劳家的赌档生意在劳廉若手里 走上了另一个高峰 他本人也被称为澳门皇帝 但他却跟雷九一样 都是短命贵 1927年 劳廉若因病去世 才49岁 他死了以后 劳家再也没有像样的人物 劳家其他人都望着参加铲 就像后来的何鸿燊 没过几年 劳家的合作伙伴 萧盈周也宣布退出江湖 不再参加下一届赌牌的镜头 自此 澳门第一代赌王 正式落幕 劳家退出江湖后 澳门博彩业陷入一片混战 那块无主的赌牌 则再次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